你好 今天说说马云 马云又出场了 但是马云本人生意名字都没出现 只是在很多社交媒体上 大家把他推到前台来了 为什么呢 是因为昨天有一个新闻 浙江省委书记易恋宏到杭州 深入企业社区科创平台什么地方考察 其实他主要去阿里巴巴 在阿里巴巴集团 易恋宏考察了企业展厅 了解企业发展历程 商业板块 然后说一大堆 坚持学习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平台经济和资本健康发展的论述精神 坚持发展和规范并重 在推动发展国际竞争和造福社会中 平台企业要大显身手 正当规范发展的模范生 创新发展领头羊 融通发展服务商的支撑者 跑到阿里巴巴 实际上就是去示好 因为阿里巴巴已经被打得差不多了 七零八落了 所以互联网企业现在是举步维艰 所以他跑到这来 其实就是为了拯救经济 那么最近有一个大的背景 就是最近中央开了一个经济工作会议 然后我看了一下 新华社的总结 大概就很清晰了 就是他说几个四个维度 你四百个维度也没有用 这里面主要就是说要干五件事 说明白的就是五件事要干 第一个是消费 要扩大消费 第二个 支持平台经济 互联网企业 增加就业 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民营企业 要保证和支持民营资本 他说落实两个毫不动摇 就是救民营企业 第四 就是利用外资 扩大开放 利用外资 吸引外资回来 第五一个 就是房地产 他说的是有效防范化解 重大金融风险 这五件事是未来救经济要干的 主要能拿出来用的招 就是这五个办法了 看得很明白 那么咱们说说 他跑阿里巴巴去找马云 你看那个新闻上 他说 浙江省委书记在阿里巴巴集团 这说了半天 看半天 找半天 没有出现阿里巴巴集团 谁来陪同 一般这种省级大员 到地方本省内的企业去考察 最后新闻稿都会有 阿里巴巴的总裁 谁陪同 副总裁 或者说谁谁 没有 一个人都没有 这全整个新闻没有 就是他自己跑那 他是对着空气说 是对着展厅说 咱也不知道 有没有人陪他 也不知道 反正他跑那去了 但是这里没说阿里巴巴集团有谁 我估计也没啥人陪他 那么他跑到那去 实际上就是现在经济不好 刚才中共中央的经济工作会议当中 能看得出来 就是要干这五件事 那么干这五件事 你得拿出一些明显的标志性的动作 什么动作能推动呢 就是举起你现在需要的夜壶 就要拿出夜壶来了 这个夜壶理论是最早2012年 任志强在一个会议和论坛上说的 就是中国的这些房地产企业 我们的开发商就是夜壶 需要的时候就拿出来用 用完就放回去 这个当时说的大家哄堂大笑 但是现在看起来还非常的精准 就是在经济遇到困难 遇到事了 搞不定了 推不动了 那么怎么办 改先更章 需要救命的时候 想起来我还有几个夜壶没用的 我得掏出来 所以这就是举国体制 举国体制的好处 就是夜壶足够多 夜壶有的是可以随时来掏 但是有一个关键的问题 就是你得有尿 你才能有夜壶 你没有尿 你把夜壶掏出来没有用 所以他现在就白掏 那么先说这个马云 马云现在在日本 而且互联网这个企业 自从蚂蚁上市被叫停之后 包括马云当时在这个金融论坛上 那一番慷慨激昂的讲话 被打懵打晕之后 就已经销声匿迹了 就已经不再露面了 包括之前一年多吧 大家在互联网上有一个特别经典的例子 就是国家安全局在杭州市抓获了马某 关于涉外情报怎么样的 从阿里巴巴的股票 当当当当当当当往下掉 然后还是胡锡进老胡确实 胡叼盘出来拯救了一下 据老胡的关系去打听 杭州抓的是马某某 不是马某 他这么一句话 大家恍然的 这样阿里巴巴的股票 帮帮帮也回来 当时掉了100多亿 还是200多亿 为什么 就是人们心里有预期 就知道马云可能要出事 要抓他 你现在中国全国人民都看得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习近平要整他们 可能要抓他 所以一说马某出事 哗 股票为什么掉 因为大家知道 是不是中央要抓他呀 要办他呀 所以马云当时已经是这种尴尬的境地 而且近半年以来 一直在日本待着 那么现在怎么又把他想起来了呢 就是经济不行了 马云属于旧经济这个里头五大招 其中一招的平台经济的一个代表性企业 一大夜狐之一 所以必须的把他拿出来 这个时候呢 我想到就前两天余敏洪也是一样 余敏洪也是一大夜狐 就是他说这个就民营 这个规范民营教育的发展 鼓励规范民营教育 很多人说 哎 这是不是这不就把当时教培行业 又又又又又拿回来 又要救啊 然后就说余敏洪会不会回来呀 怎么怎么样 今天马云干这事也是一样 我前两天看这个五月散人啊 说这个说这个习近平啊 治大国如烙大饼啊 确实是啊 烙大饼是治大国挺挺对的啊 翻来覆去翻来覆去 但是你这么折腾人家受不了啊 所以马云和余敏洪会不会归来呢 是肯定不会的 我马云是有可能 马云有可能 余敏洪是绝对不会的 余敏洪是绝不会的 马云有可能啊 那么最近还有一个新闻啊 你连在一块你就会发现啊 就是中国政府啊 遇到这些事解决不了的 他遇到难题了 他就想起叶胡来了 有一个例子 就是人民日报上登的啊 这个全国各地有签名快递小哥 紧急支援北京 坐着高铁也好 坐飞机啊 跑到北京来 干嘛 北京的快递员都养了 北京人拿不到药 收不到买的药和生活物资 这一下他快递瘫痪了 哎这些快递小哥 哗哗哗都跑回来了 直远来 这些快递小哥 其实也是夜狐之一 也就是个夜狐而已 大家还记得2017年 北京啊清理低端人口 当时纽约时报上有啊 就是在北京清理低端人口的时候 在寒冷冬天 很多这个外乡人啊 站在寒冷冬天 甚至有几个月大的孩子 当地当时就要求他们 三天就得给我搬走 清走 那几个月大的孩子 还坐月子的那个孩子妈妈 她是外地在北京的务工人员 你这就把人家轰到大街上 大冬天你让人家去哪 这就北京 这就蔡奇干的事 那就把低端人口都清走了 现在你又求着人家 外地的小哥 赶快来支援北京吧 怎么怎么样 这就是没办法了 又把夜狐拿出来 那么现在马云和于敏红 其实也就是个大号的快递小哥 也就是夜狐他们的命运和快递小哥是一样的 不用你的时候给你扔一边 需要你的时候给你敌了出来 这还是不错的呢 但是马云是什么 马云是不是不是说给你搁在一边 他是给你扔在一边 甚至给你拳打脚踢 马云阿里巴巴招多的这个这个 又罚款反垄断调查 罚了80亿还是多少亿啊 几十亿的这个罚款 那么天天的罚款罚着啊 而且又自己积极主重的 还弄了一个什么 共同发展的什么什么发展基金 拿了10亿美金 还是10亿人民币的 拿了这么多钱 给他一通乱锤乱打 马云现在跑到日本去了 现在你这浙江省委书记来了 我们要支持平台经济啊 你们要作为什么什么竞争者 大显身手 你来了那马云呢怎么办 他接不接招 我觉得马云有可能会回去啊 但是呢 到底是到底是要干什么 我估计可能也干点面和心不合的事啊 因为毕竟你这企业在中共的手里捏着啊 你你的企业还在那 所以呢 你这个浙江省委书记跑到那去 大言不惭在那讲 要学习领会习近平主席这个那个精神 其实潜台词还有事好的意思 但是也有威胁的意味啊 有严重的威胁的意味 意味啊 那意思告诉马云 别不识台举啊 现在给你机会了 给我好好干 回来给我好好当夜狐啊 这是给你机会给你面子 不给你面子 你企业就完蛋 这有威胁的意味 所以他抬出习近平 习近平深刻要学习习近平主席 关于平台经济什么什么 论述精神 这就是一把威胁你的利剑 所以马云呢 这还不接不行 他还得接 但是他回来呢 也许面和心不合的 干点事 还是说怎么怎么着 但就看马云下一步的反应 所以马云这个活 这个角色 现在不好干 挺尴尬啊 因为你不你不回来 你不不呼应都不行 马云会有点呼应 我估计会做些动作 咱们下一步观察 那么关于夜狐呢 还有最近张文宏也是个例子 在去年前年的时候 咱们说过多少次了 张文宏就是他那个病毒共存论 被人家打压呀 被什么卫生部 这个卫健委的高强说 不行 这次不能这么着 然后那帮五毛上去喷人家 是汉奸 是卖国贼 然后说论文造假 学术造假 给人张文宏一通乱捶 打的人不敢说话了 封口了 现在需要张文宏出来了 第一个出来 张文宏最近确实 也多次的多番的言论 说这个疫情还会怎么样 总体可控 未来还有两到四个月 现在又把张文宏这颗 觉得在民众当中 算是有点这个贞洁的 这么一个大夫拿出来 给大家洗洗脑 大家看看 你看你们民间 你们民间的共识 觉得他说实话吧 那我们让他说 你们就信了吧 所以这也是夜狐之一 所以中共是手里夜狐有的事 他需要张文宏的时候拿张文宏 他需要中南山的时候拿中南山 他需要无尊有的时候拿无尊有 他需要梁光两万年的时候拿两万年 他有的事 所以这就是举国体制 举国体制就是夜狐有的事 他能拿 那么还有 比如说呢 在这个现在来说 中国的这个经济 平台经济 有倒是有现好的信号 有一个现好的信号呢 就是在最近 在这个中国和美国 在这个美国的证交所上市的 这些中概股的公司 中国允许美国进行会计财务的 底稿审计可以在中国内地进行了 对中国内地和香港会计师完成调查 所以这个东西呢 实际上中国呢 服软了 这个认怂了 说软话了 就是跟你们谈好了 你们可以来 可以来 为什么可以来 就是保证我们这些中概股 还能够在美国上市 如果中概股都从美国撤了 那你就不要再高喊什么 吸引外资了 这个那个了 你就不要再喊了 已经不会有外资去了 你连会计底稿都不敢给人老外看 你连你的经营状况都不给人看 人凭什么给你投资 就是我钱扔在那 你怎么花的 你都不让我看 不让我知道 那我怎么能去 这太简单的道理 所以呢 现在算是开了点口 算是开了点口 那么这个 现在 中国政府掏这几个夜壶呢 其实也是有问题的 第一个呢 它的时机不对 现在掏这些夜壶时机不对 因为呢 之前来说呢 还有尿 就按照任志强的说法 反而我们有尿 需要夜壶 拿出来还有的用 现在呢 是因为你已经尿湿劲了 没有尿了 你拿这些夜壶没有用了 你说马云 你说怎么怎么出来 现在全国的经济形势 一片经济凋敝 你就是马云你跌出来 你说平台经济 那你让他干什么吧 而且在这个阿里巴巴上面开店的 这些中小微企业 现在是一片狼藉 非常惨的倒闭潮 你让这些中小企业 阿里巴巴服务的 其实大部分这些中小企业 还有在淘宝上开店的中小卖家 还有普通的消费者 你消费根本不用提了 你消费根本就恢复不上来 没有人消费 现在消费就是很差 所以他现在拿出夜壶这时机 已经不行了 已经完了 没有尿了 第二个呢 对象不对 你把马云掏出来没多的用 没有多的用 其实他现在应该去做那些外资的 有代表性的工作 比如说像孙正义 像这个软银的孙正义 像这个红杉资本 像境外的这些大的投资商 在中国搞这个风头的这一批 要去做他们的工作 因为他们真金白银的掏出钱 来往中国市场砸 才能向全世界证明 中国经济 我们对中国经济有信心 大家才会放心大胆的去干 这些投资真掏钱的 纯正的世界上大个的大托拉斯 他都往外撤往外跑 那你现在说搞经济啊 恢复我们好 到我们来投资吧 谁敢去 没人敢去 所以呢 他的对象不对啊 还有一个第三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其实呢 现在对企业界来说呢 或者对外资来说 最最严重的问题呢 就是中国政府的信用崩溃 中国政府没有信用 所以他们不敢去中国投资 以及这些民营经济 或者像马云呢 或者他什么 他们没有这种信心啊 因为你的政策变来变来变去啊 有人说哎呀 要不把这个换人啊 换领导人啊 习近平换了 换别人 其实也没多的用 我觉得也没多的用 因为你不管是谁在这 你这套体系 对任何一个领导人没有制约的话 你这个体系都是不安全的 你这个系统都是不安全的 没有人敢去你那投资 你说美国为什么敢 今天拜登在 明天川普走 无所谓 你爱在这 你可能我这三四年不太好 或者受点影响 但是换下一任上来 我就好了 或者是你在这当总统的 起码不会给我打死 可能对我这行业 你加税了 你有一些补贴了 对我行业有些影响 经营有些波动 但是不可能给我垂死 你以为美国还有独立的司法 还有公开的媒体 还有问题可以报 还有反对党 还有国会 还有议员 我有说话地方 还有公关公司 我有很多出口能解决问题 但是在中国没有 所以你一拍桌子 那大伙全都在躺下 所以他们是对中共的这个体系的信任的崩溃 所以你这个民营企业也好 外资企业也好 怎么会到你那去投资 没有任何的这种可能性 只能是说有一些微调 稍微有点信心 也可能 但是说大张旗鼓的 破釜沉舟的跟你一块 那是不太可能的 另外呢 像一个信号呢 要关注一下滴滴退市 滴滴的这个退市的事能不能解决 能不能让它回到 重新上市的这种可能 这也许会有 也许会有 会是一个信号而已 但是你说对经济有多大的改善度 我不大相信 那么 最近余敏洪 余敏洪呢 很多人也在盯着 余敏洪呢 有一段话 我觉得挺有意思 就是他说呢 我一直很佩服张文宏 从疫情开始到今天 他一直说人话 直接了当 指出问题 不讨好上面 也不讨好民众 我欣赏张文宏的态度 笑骂由他 泰然自若 其实这个呢 我觉得也能表达余敏洪的心意 所以我觉得余敏洪 不会再回来搞这个 这个民办教育了 不会了 但是马云肯定是要回来 我猜测马云肯定得回来 因为你这是 这个这个 这个浙江省委书记 你到阿里巴巴去 是好 能看得出来 但是威胁的意味更重 就是给你小的面子 别别别别别别 别不识台举 其实这就是这个潜台词 那么现在呢 中国政府对经济的这个挽救 我刚才就干这想 刚才我说总结的 新华社说的这五件事 其实呢 从这个挽救的这个政策 以及现在开会的这些口径和这些词 能感觉得出来 就是现在对任何政策的示好 挽救 改弦更张的这些做法 和当时的打压 整顿 这个消灭的这种做法 其实它的背后的操盘的这种心态和认知 是完全一致的 没有任何改变 你看现在清妙淡写的 你把这个做起来 我们鼓励这样 我们怎么指 鼓励那样 房地产应该怎么样 消费应该如何如何 然后呢 毫不动摇的落实民营经济 必须亮明态度 加大力度吸引核外 你还是那种轻描淡写 无所谓的这么个态度 拿出来 就跟你当时打压人家的说法差不多 你就觉得我轻轻一挥手 你就得躺下 我轻轻一挥手 你就得回来 凭什么呢 所以他都是用同样的心态和认知 在面对这个问题 所以从本质上说 不会有任何改变 他今后再轻轻一挥手 你又得躺下 所以呢 没有 不会有任何的 不会有任何的 从根上不会有任何的改变 这是我的一个判断 好吧 今天就聊聊马云 请大家点赞订阅 谢谢